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现成的 就是没有桂圆啊 莲子 花生米 白果什么东西的 烧喇叭粥还缺好几样的 这个喇叭粥啊 不能缺的 许猫 你去买好了 喇叭粥啊 当然是要烧的 调合期保证 西米之声盒 小的时候啊 一进腊月就盼着吃喇叭粥呢 就是 就是 许猫 去买吧 手上零用钱 够用吗 够的 够的 今天我就不回来吃晚饭了 省里面来了两个副厅长 下午呢 要同他们开会 晚上啊 总是要去陪陪的 你跟我一起去吧 我让黄秘书来接你 这个黄秘书啊 多嘴 昨天 教育厅的前副厅长还跟我讲 听说您太太是苏州城 数一数二的亲娘 不知我们有没有这个耳福啊 你说说看 这个黄秘书啊 真是多嘴 人家在省上做官 啥场合没见过 跟你客气罢了 你还当真吗 那也不见得 你要是去给他们弹上一曲观山乐 那还真是他们的耳福呢 去年张专媛听了你的琴 见到我就跟我讲 说到现在还余音不绝呢 他们那几个人 没有一个是真正听琴的 这次我就不去了 低一些 再低 好 就挂这儿吧 卢先生 喝点茶吧 水州 冬季里茶馆的生意 总是这么清淡嘛 是啊 厅堂大 难得烧热 客人自然坐不住 卢先生 你房间冷不冷啊 还好 卢先生 昨晚子星姐还跟我说呢 这店里要是生意好啊 绝不能让您出钱按电话的 她说这钱迟早会还给您的 不用还我 我在子星这住 给她添了许多麻烦 应该的 再说 这电话我也要用的 卢先生 你恐怕是个大官吧 这店里吃店里住 还按电话 要花多少钱呀 我不是大官 那肯定也是做大事情的 倒是大事情 和全天下人 都有官的大事情 和我也有关 是啊 你可真会开玩笑 我一个只会撑撑船 洗洗衣服做做饭的女人 什么大事情和我有关啊 我做的这些大事情 就是想让天底下人 都过上不愁吃 不愁穿 人人有疏度 人人不再受欺负的好日子 你说 这跟您没有关系吗 那您可不就是活菩萨吗 这我可不敢当 不过 这天底下 怕是真有大菩萨呢 真的 您见过 比前一阵阵少少抢一下了 脾胃还是有汗食 太太不要思考过多 思商脾胃啊 输嘛 要赌些能让自己开心的 也不要多赌 腊月的正好可以多喝些羊汤 植迷加黑豆猪肉也是很好的 红枣不要多吃 太太甚至虚 虚不受补啊 我得给您开个房子调理调理 你可真会骗人 水珠 珍珠姐 子欣姐在楼上换衣服呢 你先坐会儿啊 我们一起去商品陈列所 好 这位是卢先生赵县长的朋友 这位啊是珍珠姐 您好 卢先生好 好 我到楼上去看看子欣姐 好 卢先生 卢先生 珍珠姐长得蛮漂亮的啊 只是被胡飞抢去过很可怜的 本来订好的亲又被婆家给退了 满身是嘴都讲不清了 糟了一辆车子也叫不到啊 街上倒是停了不少车子 但是都不拉客人的 那些车夫们都在闹罢工啊 车行老板加征车租费 车夫们添不饱肚子 养不去家小 这不罢工怎么办 掌柜的 叫不到车啊都在闹罢工呢 要不然我送你们去陈列所吧 嗯 水珠 你身子笨 留在家里看店好不好 嗯 卢先生 电话装好了您试一下 嗯 白先生 刘伯 李大夫 我太太她 药也吃了二三十五了 要说也该见笑了 太太至今不见有喜 有句话不知该讲不该讲 您讲 西医有难科 难科晓得吧 先生可以去访一访西医 做个便当的检查 您是说让我去 我是看先生您求之心切 您不要介意我多准 要不然你再去请个高手 给太太好好卖 也许是本人医俗乏力吧 我告辞了 义堂咧 义堂咧 先生您买义堂吗 男孩买的兔子 女孩买的鸟 我们家少爷和小姐 都在画牙齿呢 不可以吃义堂的 你知道不知道啊 快快快 到你们去买去 快走 义堂咯 快义堂咯 快义堂咯 又多了一位蝉壶 跟上次的方子差不多吗 思源 上次的方子我对过一点 都是些温馨的药 我看这个尼大夫 尼大夫怎么了 你还拿着大夫开的方子 去对一点 你有多大本事啊 你自己去做大夫好了 真好笑 你怎么了 我就是随便说说 我的太太真是天下无双 弹得琴 绣得花 读得书 还小得医术 就是生不出小孩儿子 这么多的人 你一定出了那个这个 他是有对比的 我知道了 学生们已经巴克示威了 对对对 我来的时候啊 见面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听益鸿说 现在各行各业的人 都在为上海死难的劣势捐款 你们说 我们要不要也捐一些 真吧 死的都是工人 学生 啥事倒要 我和阿芬去告诉姐妹们准备好 子欣姐 我们把钱交给你 你帮我们捐 之后有来信吗 现在上海一定很乱 要晓得她怎么样了 我也担心她呢 上个月有来信 她还问你们好 她现在在学西洋话 自己打工赚钱 也挺不容易的 当初真没看得出来 智华她是男儿心 女儿天 胆子大 主义症 她呀 要是脱身成个男人呀 说不定也能当上县长了 当县长有什么好的 还是画画好 只是她不愿意成家 不晓得以后会是怎么样的 怎么会让她抵得出来 在楼上 打倒帝国主义 废除不平等条约 讨坏血战 打倒帝国主义 废除不平等条约 讨坏血战 你喊什么了 游行 木军 游行 就你一个人哪 学生们都在镇子上游行 我不和他们抢地盘 这码头归我了 捐钱呐 捐什么钱呐 我游行喊口号的钱呐 都捐了 都捐了 还有吗 有 不能给你 少废话的拿出来 这个你也要啊 打倒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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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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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倒帝国主义 你 要是有劲为数使啊 你去上海租借抢洋人呐 帝国主义的钱 你怎么抢是抢不完的 你抢我的钱 你晓不晓得老子的钱 是干什么用的 娶媳妇用的 打倒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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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拉车都去哪儿了 拉车都去哪儿啦 让他们去镇上游行 你把我的箱子扛着 跟着我 快点 走走 我看学生多少还是捐点 我捐了您就不用捐了 这孩子生下来是要赢钱的 把我下来 下来你们 下来 下来 你傻呀 是大志哥 大志哥 干什么你 你上他电话的 是大志哥 各位先生 女士们 你们好 欢迎光临 一别又是几年 有好多话想讲 又不知道该怎么讲 喝酒吧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大志哥 你以前讲话不是这样的 现在挺听得怪怪的 你当军官了吧 你当军官了吧 这一个营啊好几百号人哪 天天要对着他们讲 我觉得讲得蛮好的 是吧 大志哥 大志哥 这个当官的是带兵打仗的 还是天天讲话 你这大爷子 当官都不讲话 当兵也听谁的 是啊 大志哥 要不你现在也给我们讲讲 也让我们听听 这当官的回到家里啊 也得听媳妇的 要不然让子欣讲吧 大志啊 为什么当了官了以后 还要听媳妇的呀 一红先生 大志哥当不当官 都听子欣姐 不是说 这个 一个营长的媳妇啊 顶得了一个团的兵力呢 大志哥 说正经的 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 对啊 水珠 这事啊 你得问子欣姐 对对 什么时候办怎么办 你全听子欣的 听见了吧 子欣姐 你快些准备吧 一红先生 你把我新郎官的衣服穿了 我穿什么呀 这好办呀 叫知景再给你做一身 一模一样的 妈妈 大志生日结婚的衣服 我为什么让你做啊 因为你大志叔叔结婚的衣服啊 被爸爸穿了 对吧 大志 你这次又是偷跑回来的吧 你怎么知道啊 部队呢 也回不去了吧 你全知道了 大志 咱们从小一块长大 你的事情 什么时候能瞒过我眼睛啊 是啊 我是从部队偷着跑出来的 我要考黄埔军校当个军长 可是话都是圈 没考上 以前那部队也回不去了 大志啊 你也知道 我不求什么荣华富贵 只求过安稳日子 你在外面折腾了这么多年 到头了又怎么样呢 也该折腾够了吧 这是命 别再折腾了 我们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好吗 大志 你不会在外面有你人了吧 我哪儿是那种人哪 我外边真的没有女人 那算了 反正也瞒不过你 我就跟你讲了吧 我去过那种地方 哪种地方 就是 男人喝花酒的地方 部队里的兄弟们都去 我不去 人家说我不是个男人 我会儿了我就跟他们去了 到了那儿我也找了一个 他长得瘦瘦小小的 面孔满干净的 我到了他房间 给了他钱 我跟他讲 我说外边的兄弟啊 笑话我不是个男人 我用这个钱买你的头花给他们看 他们以后就不敢再笑话我了 我又跟他讲 我家里有个好媳妇 我偷着出来打仗 已经够对不起他了 我不能再做更对不起他的事情了 子歇 我先回去睡了 走 这些人的确需要治疗啊 而且还需要做一个手术 如果你接受治疗的话 明年这个时候 你也许可以做父亲了 这个手术呢 还需要你去上海做 我可以帮你联系上海的一个朋友 不过 这个手术只有百分之四十多 你也许可以做父亲了 这个手术呢 还需要你去上海做 我可以帮你联系上海的一个朋友 不过这个手术只有百分之四十多 你是不是要买了 你是不是要买了 你就是要买了 我就是要买了 我就是买了 我不想买了 我自己来 我不想买了 你是不是 我妈妈 水上 快一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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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帮我把账给人家结了 大师哥 戴先生 四元兄 四元兄 王大志 好久不见 这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我听若勤讲 你现在已经是王营长了 不 不提这声 那天没有到石家饭馆为你接风 实在是不好意思 没关系 戴秘书长公募繁忙嘛 以后就不要叫我戴秘书长了 叫我四元兄 好 你这是 我 我这次回来啊 是和子欣完婚的 对了 喝喜酒的时候 你可一定要去啊 明年的这个时候 你也要来喝喜酒 喝我儿子的满月酒 对了 四元兄 你和若贤哪 也应该早一点儿要个孩子啊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你得抓紧要啊 来 看到了吗 这里的针法就不够均匀了 平绣是最简单的绣法 如果这一关过不了的话 其他的就更难过关了 今天你们就不要绣了 园子里的勺药花开得正好 你们去看一看 仔细地看 可不是让你们看着玩的 去吧 去吧 赤金老师 带秘书长的秘书给您送来一封 从国外来的信 谢谢 谢谢 阿欣 阿欣啊 快醒醒 不能在这儿睡会着凉的 阿欣 怎么了 妈妈 我渴不过 渴了呀 妈妈给你倒水喝啊 这样 妈妈去给你买凉冰吃 买萝卜糕 好不好 走 走了 走 我当然是偷着跑出来的 哎呀 还不晓得我的长官 现在气成什么样子了 早知道这个黄埔军校那么难考啊 我就不去了 现在倒好 我要是再回到以前的部队呀 别说是当回营长了 不挨枪子就不错了 义侯 你看大致 是 今非昔比 能想去考黄埔 就很了不起了 这都是益鸿兄啊 当年就总是跟我讲 人哪得多读书 读了书才能干大事 我想益鸿兄 教了我认识几个字 我就能当营长 我要是考上黄埔 不不还得当上军长吗 没想到这个黄埔军校太麻烦了 他要考物理和数学 我哪里晓得什么是物理 什么是数学啊 我只好在那画圈了 我就跟那个考官说 我是个营长 手底下有好几百号人哪 我会打仗 可人家说啊 会打仗的人多了 营长也多的是 光会打仗 进不了我们黄埔军校 益鸿兄 当时你怎么不教我 物理和数学啊 那我要是会的话 不就教你了吗 那我现在怎么办 以前的部队我是回不去了 只能回来做倒插门了 那我当初还跑出去干什么呀 大致 军阀的部队是乌合之重 你就不应该回去 先把婚事办了 再目睹能做的事情还很多 乌 乌合之重 什么是乌合之重 卢先生 请进 我把阿新留在研习所 让阿湘看着他 你快点把他接回家去 他上午说他肚子疼 我给他喝了些姜茶 不找得现在好些没有 那我去接阿新了啊 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 好 芷姐 坐 芷姐妹妹 我和子芯的事情辛苦你了 哪里啊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办喜事我也沾点喜气嘛 谢谢刘先生 大致哥 子芯也找你呢 芷姐 我听义鸿说 你接到美国人订单了 是啊 我就是为了这个来找您的 太好了 恭喜啊 谢谢 芷姐 同美国人打交道 我又不懂外文可怎么好 还想请您多帮帮我 这没问题 芷姐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把中国最好的东西 拿给外国人 让外国人了解我们中国 为什么外国人 在我们中国横行霸道 就是因为不了解我们 看不起我们 外国人 有钢铁制造机器大炮 可他们绝对没有苏绣 这个世界 不应该有武器 应该有的是美 美好温暖的生活 到处 都应该有苏绣 卢先生 怪不得一红总喜欢跟您谈天 您讲的话 就是让人喜欢听 自从您来了目睹 一红每天都是高高兴兴的 以前他可不是这样 有的时候 他不知道因为什么事 一整天都搬起个脸 他也是县太爷 总会一些一些麻烦的事 我总觉得 一红他不是当官的料 他不像思远那么会做官 他要是太会做官了 你能开心吗 我最爱的 你怎么办 已是对了 你不信心吗 他导致我们的话 就有はず 有没有了 有没有答案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答案 答案 有没有答案 答案 失败差 你知道你 安心睡了 我们也睡 不行 美国人这批货催得紧 咱们得赶快完成 这个我晓得 明天早日啊 我一早起来还 野猴 你知道吗 我修苏绣是革命 你帮我画画稿 也是革命 这设怎么算是革命 人家卢先生都说了 我修的苏绣拿到国外去 可以打败 钢铁制造的机器大炮 你晓得吧 真的假的 人家卢先生还说了 这个世界上 就不应该有武器 应该到处都是苏绣 在这个岗上 很难了 舒骂去 那你好好画 我去陪阿契 去吧 水生 快去请接生活 水生 至少 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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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笑 水生 水生 有的呀 我觉得蛮不错的 我去看看阿欣 好了好了 孩子还睡着呢 我就亲她一下 别亲她 别亲她 快走 快走 我 我中午不回来吃饭了 下午还有个会 你把阿欣送到紫欣那里 叫水柱帮她照看一下 你记住了 记住了 别操心了 别忘了买早点 妈妈 妈妈 肚子疼 阿欣 你怎么了 你哪儿疼 告诉妈妈 疼 疼 疼 是这儿疼吗 这儿 你哪儿疼呀 疼 疼 师父 快点 麻烦您再快点 好呀 三进不退 王大大这儿 卢先生 水柱伤了 我晓得了 阿杰 何杰生 您给起的名字是真好听啊 以后我有孩子也让您给起名 行 卢先生 三进五推几来的 推二 子歉 饭做好了 卢先生 您看我忙的都顾不上了 我得赶快给水柱送水蒸蛋 您自己弄点吃的吧 好吧 那您去吧 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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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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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柳仙姐 别着急 一红打电话来说 开完会马上就回来 小孩子講他肚子疼 我給他喝了薑茶的 他早早就睡了 我以為沒事的 你以為 小孩子怎麼說得清 自己哪裏不好受 趕快睡吧 我以為沒事的 你以為 未有問題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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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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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兴 梅子官 太阳 阿兴 梅子官 梅子官 太阳 船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呀 你俩别这么闷坐着了 一红先生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你们想想办法吧 学生啊 你去客家通知一下 就说我们的婚礼改期了 请大家谅解吧 你跟姐姐商量吗 她也是这个意思 她是一个人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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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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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